高雄市长韩国瑜表态投入国民党内2020初选后 几乎每周都有大型的造势活动 原本韩粉计划抢在7月8号 国民党初选民调前的黄金周末要在高雄办造势大会 不过担心高雄登革热疫情严重会有群聚感染的问题 因此韩国瑜决定7月6号造势停办 这个决定也让不少韩粉有些失望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台中的造势晚会活动 用光是大进场就走了20分钟才上舞台 主办单位当时宣布现场来了20万人 现场气势惊人 延续这股气 韩粉计划下个月6号赶在国民党2020初选民调前的最后一个黄金周末 也要在高雄办一场想重现去年三山造势的场面 不过计划却赶不上变化 23号在韩国瑜的脸书后援会中突然贴出这张公告 高雄场的造势活动因登革热疫情取消 而新闻局也证实了主办单位担心会有群聚感染问题 因此通知决定停办 相较铁杆寒粉文山博挺到底的态度 绿营议员看高雄场停办的角度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知道高雄市民对于市场落跑去选总统是非常反弹的 在高雄搬不起来 而传播学者胡又伟也在脸书发文说赞成高雄场活动停办 因为可以凸显韩国瑜重视市政对于个人造势 而且连办五场已经够累人了需要休息一下 另外胡又伟认为高雄场没办 新出场可能成为最轰轰烈烈的一场风冠造势 对于韩国瑜反而有利 是不是如此民调结果公布或许就会有答案 记者叶振云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